當普遍的遊戲廠商和玩家都認為JRPG已經不再成為主流遊戲的時候 Rabbit and Bear Studio公司推出了這款白英雄傳 這款遊戲正正是Konami名作《幻想水虎傳》創作者川山吉龍 以新公司的名義推出的作品、遊戲系統和內容有相當明顯《幻想水虎傳》的影子 製作團隊的核心成員陣容亦都可以用豪華來形容 除了系列創作者川山吉龍 還有《幻想水虎》製作人何野純子在本作擔桿藝術設計 以及王道之輪製作人小木田修 前Konami知名遊戲人川上一等參與監製 遊戲在2020年7月27日開始以眾籌方式 在Kickstarter平台進行項目眾籌 最後籌集到4541481美元 成為Kickstarter歷史上籌款金額第三高的電子遊戲 僅次於沙目三和血咒之城《月之詛咒》 可惜在這款遊戲的發售前夕 這款遊戲的靈魂人物川山吉龍 在今年2月6日因病名世 究竟川山吉龍先生留下給我們的這款遊戲 表現又是怎樣呢?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還有記得按這個鈴鐺 麥古電玩大本型需要有你的支持 如果要形容《白英雄傳》這款遊戲 我認為它試圖令玩家再次愛上JRPG遊戲 先講劇情 就是非常王道的JRPG遊戲 主角平民出身父母傷亡 然後覺得自己有一種使命感 想去幫助其他人 然後還骨骼精奇一表人才 大多數女性見到都會不其言產生好感 最厲害的就是劇情中的公主 都說主角好像她的前男友 這樣的故事設定 確實令玩家有很強的代入感 至於遊戲畫面 角色以像素的風格來表現 遊戲背景就以固定視角的3D畫面來呈現 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放在一起效果竟然相當之恰 而這種像素風格亦不算粗糙 更加偏向Q版動畫的風格 再加上河野純子的人設 在遊戲一開始就已經給我一種非常好的印象 遊戲戰鬥系統方面 就是一般的回合制方式 同伴之間有特別基伴 還會能夠使出強大的英雄連擊 當然用得最多的就一定是自動戰鬥系統 遊戲採用隨機遇敵的傳統JRPG玩法 尤其在探索的途中 或者需要解謎的場景 還要頻頻遇到敵人 真的會比較煩 但如果你的角色夠強大 自動戰鬥會是一個省時間的最好方法 我們也可以設定自動戰鬥時 指示角色的行動方式 作為JRPG 解謎要數肯定不會少 而且亦不算太難 但提示就算比較少 不僅是迷宮 有時任務要你去找人 都沒有明確的提示或標記 但難度肯定不至於故意刁難的程度 雖然這一部份聽起來有一些勸退的感覺 但白英雄傳就是有一種推動玩家玩下去的魅力 而原因我覺得就是他的敘事手法 尤其是角色描寫的部份 每個登場的人物都有他獨特的對白和性格 無論是角色插畫或像素動畫的表現 都是非常之煽動 雖然每場戰鬥最多只能6個人參戰 但由於其他角色我都很喜歡 所以很多時我都會用幾個高等角色 去帶其他新角色升級 而遊戲裏面除了升級 還有很多能夠變強的要素 例如有玩過幻水系列一定知道的符文系統 符文可以在戰鬥隨機掉落 比較普通的可以在商店買到 我們也可以在商店打磨武器 購買防護裝備提升角色屬性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配裝 雖然聽起來花很多錢 但其實就沒有太多金錢的壓力 因為敵人跌的錢都足夠應付日常開支 但敵人亦會隨著劇情推進變得更加強大 所以升級裝備絕對不能夠懶惰 遊戲戰鬥除了回合制玩法 故事推進時還會出現攻城戰 不過玩法就相當簡單 只要沒有走錯方向一般都能夠過關 另外亦出現單挑戰鬥玩法 動畫亦都做得相當精細 遊戲亦都加入各種小遊戲的要素 當然你不玩亦都不會影響劇情推進 不過《白英雄傳》並不甘心局限在普通的JRPG遊戲 他還包含很多肉城要素 例如你可以幫佩麗爾公主重建他的根據地 你需要在各地搜集不同的素材 以及找一些特定角色幫忙重建這個城市 而這些特定角色又要你先幫他達成某一些條件 遊戲的同伴數目亦都非常多 部分難找到的稀有角色更加擁有特殊能力 所以這款遊戲要徹底攻略 有人估計可能要用60小時以上的時間 當然JRPG遊戲本身都有它的問題 例如只能夠在特定的地方存檔 《白英雄傳》竟然將這種傳統都保留下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裝備了的道具 只能夠在角色身上看到 一旦你換上其他的同伴 被換下來的角色身上的道具 並不會有任何選單顯示出來 結果你就只能夠在逐個角色慢慢找 不過幸好獨特的道具其實不算多 問題亦都不算太大 而最近的政治正確 亦都竟然燒到《白英雄傳》這款遊戲頭上 部分的英語翻譯扭曲日文原版的意思 簡體中文亦都有一樣的問題 只有繁體中文有貼近日文的原版 另外Switch版 無論畫質 徵數亦都完全不達標 畫面徵數大約只有15正 而且loading時間非常之長 遊戲甚至有崩潰的情況 想買這個版本的就要留意 我認為《白英雄傳》無論故事 畫面和遊戲性都是非常之高 不過前提是 你是否喜歡玩傳統的JRPG遊戲 尤其是3D畫面和2D畫面的完美融合 加上政治的美術插圖 生動的表情和聚視手法 不禁令人反思 JRPG是否能夠保留他獨特的玩法 以一種暫身的方式呈現出來 感謝製作人《穿山吉郎》 為JRPG遊戲作出的貢獻 亦都感謝Rabbit and Bear Studio 令玩家重新認識JRPG遊戲獨有的氣力 今集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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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 追求 絵 顔 że 無理 çok 管理 A 時